第462章,我会算,摇手是韩谦告诉童谣的,没想到的是这个家伙竟然带着这玩意,韩谦拉过童谣藏在身后,举起双手,韩谦淡淡开口,我人生第一次参加晚会遇到了冯伦,参加了中秋惨案,动了枪,第二次参加晚会遇到了你,我同样动了枪,今天是我第三次参加晚会,你说我会没有防备。 夜空中的乌云散去,再加上山上山庄影射而下的光芒,隐约能看到勾大炮的轮廓,手里的那把手枪对准了韩谦,韩谦拍了拍屁股上的尘土,再次叨。 或是说你以为我没有怀疑的对象,第一次魏天成也在中秋晚会,他离开后,事情爆发,第二次他想尽办法,让我去参加林梦德生日晚会,不惜用寂静来威胁我,而这一次原本应该与顺程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,刘光明慷慨提供场地,他与魏天成熟络,这个家伙厚着脸皮来参加荣耀和畅享的庆功宴,这本就很奇怪了,你当我傻。 现在想杀让我死的人不比希望的活着的人少,真以为我没有防备。 韩谦单手推了一下童谣的小腹,示意他先后退,童谣一步一步后退,勾大炮,见此低声怒吼。 韩谦是你逼我开枪的,你以为只有你有枪? 话音落,一把漆黑的五四手枪出现在韩谦的手中,蔡清胡会没事闲的,不去陪吴清思,反而站在山庄的大门内等着韩谦。 他会不知道叶芝和韩谦之间的合作关系。 给韩谦整理衣服的人很多,而且还是吴丝棍带来的人,吴丝棍帮助过蔡清胡去挽回韩谦,他如今会让身边的女人接近韩谦。 吴丝棍是个聪明的女人,她知道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 首先要做的就是讨好韩谦身边的女人。 蔡清胡一切都明白,可她为什么会显得很激动,很气愤? 最后都没用燕青青帮韩谦整理衣服,因为她的枪在韩谦手里。 在韩谦知道魏天成会出现在今晚的晚会时,就已经做好了准备,为什么让身边重要的人都在留在度假村,不允许他们走,为什么一直询问寂静和于诗词的位置? 一切不是偶然,她知道今晚肯定会有事情。 去追童谣也是不想让她离开山庄,只是没想到追了这么远都没追上她,导致让勾大炮抓到了机会,是意外,也是意料。 一直没有拿枪是担心吓到这个家伙,不断地提起冯伦、柳生哥、翠里是想让勾大炮分神让童谣咬她的手逃出来。 算到了有危险出现,没算到会遇到童谣,算到了童谣能逃走,没算到这个家伙有枪。 枪械上唐的声音在安静的黑夜中显得很清脆,寒谦看着勾大炮弹弹道。 你开枪,必定暴露,我开枪没事,蔡清胡一心想要杀你,成锦和李金海也会竭尽全力保我,或是说你能杀了我。 我死了,你什么都得不到,魏天成会寻找第二个勾大炮杀了你这个知道一切事情的人灭口。 这个勾大炮不是硬汉,比不得冯伦的算计,也比不上蛤蟆的血气,他就是个小喽喽,依靠无耻和没有下限才让人对他忌惮。 同怪物丝毫没有,像电视剧那种我不走,我坚决不走的傻,逼样子,而且弯着腰,迅速向后跑去,勾大炮急了,怒吼道。 臭娘们,你以为我不敢开枪? 韩谦横跨出一步,挡在勾大炮的枪口,冷声道。 是是,勾大炮不敢开枪,韩谦也不敢开枪,他不是石头做的,如果一枪打不死勾大炮,这个距离他肯定会中枪,和这种砸碎拼命不值得。 但是,韩谦真的不想放过勾大炮,给蔡清胡一个交代也好,给童谣报仇也好,也算是给自己解决一个麻烦。 眼看着童谣的身影消失,勾大炮收起了枪,叹了口气。 韩谦,咱们下次再见的时候,就是你跪下来求我时候,我不明白你一无所有凭什么这么好。 说话间勾大炮一步一步地后退,韩谦低沉回道,你觉得你今晚能跑的了? 韩谦,今晚催离可不在这里,没人给你背锅了,你敢开枪,就有人会抓着你这个事情不放,到时候成今也会被你牵连,你以为我傻。 勾大炮还在后退,在韩谦失神的一瞬,勾大炮抓住了机会,弯腰冲衫坡下跑去,开口扬天大笑。 韩谦,老子这次的不能杀你,但老子可以去杀蔡清胡那个小娘们,负债子还,老子完了他再把他卖去妓院,给乞丐兄弟们也爽爽。 勾大炮你找死? 韩谦怒火中烧,冲上前对着已经跑出很远的勾大炮勾动扳机。 腾,腾,腾,韩谦连开两枪,最后一枪是勾大炮的反击。 三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,山庄的灯火瞬间提高到了一个新的亮度,马路上传出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声响,以及一声声鸣笛,随后便是警车的警笛拉响。 可此时的韩谦还在追勾大炮,这家伙肯定受伤了。 此时,山外的马路人满为患,李金海带头冲进深山中,随后没过多久,山中再一次传出两声枪响。 勾大炮逃进了大山里面,韩谦瘫坐在地上单手拿着手枪,一只手扶着膝盖,为了躲勾大炮的子弹,不小心膝盖撞击在了石块的凸起,钻心地疼让他跌倒。 跌倒之际对着天空开了一枪,告诉外面的人他在这里。 韩谦刚想休息,一道黑影扑了过来,毛茸茸的身子,长长的舌头在脸上滑过,韩谦没有惊慌,扔掉手里的手枪,抱着怀里的警犬大声喊道。 我流泄了,快把这家伙牵走,勾搭炮手里有枪,往山里跑了,你们注意安全。 呼喊过后,李金海一个人出现在了韩谦的面前,伸出手拉开他身上那只警犬,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手枪,走上弯腰捡起,低声道。 谁的?韩谦闭着眼轻声道。 蔡清胡的,所有罪名我多。 话没说完,李金海对着肩膀的对讲机沉声道。 勾大炮偷了蔡组长的枪,枪支已经被找到,小心他手里的另一把枪,下令让市局增援。 包围顺城度假村,一只苍蝇都不要放过。 韩谦靠着大树对着李金海笑道。 二就要保我? 实话实说而已,但是被另一双眼睛看着呢。 狗又不会说话,伤得怎么样,中枪了。 没,应该是伤到了膝盖。 这条腿疼得厉害,我打中了勾大炮,不确定是哪个位置,但绝对不是腿。 李金海一手牵着警犬,一只手扶起韩谦, 在他的耳边轻声叮嘱。 记住,勾大炮的枪伤是和警员交战时候受的伤,和你无关,你今晚没有开过一枪, 这只枪是勾大炮听到警笛逃走时候不慎丢失的被你捡起。 韩谦小声道,能行? 李金海点了点,又没有监控,我说行就行。 本章结束,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,请给我个关注,点赞,收藏吧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 字幕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